其实除了两位刚才爱心志愿者之外 还有一些朋友也默默地在自己的领域 为我们做着应有的贡献 比如说像我们的媒体工作者 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报道 所以我们的爱心志愿者们 才在所谓的微信也好 朋友圈也好 微博也好 这样的一个媒介上 看到有这样的报道 才能限注自己的力量 今天我们的现场也来了这样的一位朋友 我们欢迎他好不好 来 有请 欢迎你 三位好 我是新京报的视频记者 我叫程彦辉 你好 程彦辉 彦辉作为一个记者 当时你是怎么知道这则消息 然后包括去到现场之后 你看到些什么 把这个过程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的 好的 我得知这个消息呢 应该是在周一的下午 也就是期待 我得知这个游戏机的驾驶员 我得知这个游戏机的驾驶员 那么我跟其中一位就攀谈了 我说您是开着挖掘机专程来救这个孩子的吗 他说对 我说对 我自己来的 听说这儿困了一个孩子 我当时觉得 这个大哥人非常好 我说那大哥您是见义勇为了 他说是 我说那您真是非常了不起 他说 咱不能见死不救 是吧 见义勇为 那都来了 我一听他这个意思 好像还有跟他一样的 我接连问了三四位 都是这样 后来最后一位就跟我说 小兄弟你别问了 我们现场的每一位挖掘机司机 每一位卡车司机 没有一个人是说有什么酬劳 我才来这里救人 不是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听说 这里有一个小孩子被困在井下 他需要我们帮助 需要我们把他救上来 我们立刻就来了 都是这样的